你是呆有偏见的 我在上海55年了 298块钱的咖啡我都没喝过 范老师说自卑了 在哪呢 武康路湖南路口 在我湖南路上那个看 哎呀 别去 没事 没事 我现在条件好 我去一下 我得去看看 这298的这个朗朗葱的咖啡 到底 很好喝 朗朗上口嘛 这比他上一期表现强多了 你看这个 这个战利喜剧还是得坐着说 古正宜老师 刚才还有点眉头紧锁 因为我觉得他还在喘我 香港一般是498的 我有点虚啊 到底是我冒昧了 我都冒汗了不好意思 所以 哎呀 有点 有点 哎呀 就得窥探了我的生活 这纸是什么价格 我这些纸就是你们提供的 所以级量不太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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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见这个建国老师忍不住的也拍了一下灯 发现没有票是为什么 就没有灯 因为你这年也没给我灯 很好很好开心 因为开场开的这么好的 不多见了 就是我们四个 我们四个 我感觉这是你这几年演的最好的一次节目的现场 演到过程中杨丽冲着我们就赞叹了 咱们四个刚才把场子开得也太热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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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毛东是一个线下魅力特别强的演员 他每次线上录制的时候总是不能百分百发挥 但我感觉今天至少发挥了百分之七十吧 还是没百分百 还是没有百分百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谢谢几位前辈 好那毛东迎负获得了七分组的两票 我们暂时不公布他的票数 因为已经进入了挑战环节 挑战 有没有想挑战的 请起立 我疯狂认怂 我说大家别挑战我 别挑战我 因为我觉得底下坐着好几个很强的人 十二个人兵强马壮 我担心每一个人 哈 北哥 我别呀我北哥 我我当时小孩肯定淘汰了 完蛋了 没有 没有 你歇一会 挑战倒计时最后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没有人挑战 我们也看看他最终票数是多少 恭喜王冬直接晋级 请进入晋级区 谢谢 谢谢大家 他确实把自己平时现在那种风格展现出来了 真是把他所有的状态和能量带动起来 而且他开场演员非常不容易 哇 毛冬真是我看过他演的最好的一场 这个好不是从绝对结果上 而是从他整个人的状态上 就是你感觉他演对了 他既使劲 同时劲又使得不大 我很感谢彩排的时候富航和阿诚也给了我点建议 但是富航说 同时毛冬你的状态跟你线下完全不一样 你太紧了 你平常线下演出没这样兄弟 对 我不知道为啥这个台我完全没有线下走 对 平常你演的话你就会平常 朋友们上海的菜太贵了 你平常会这么说话 对 慢一点走 对 完了慢一点走之后观众一笑 或者怎么样 你再转过来 完了 因为你平常演出就是这样 是 挺感激的 那天晚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催眠自己 要把状态调回去 作为全场第一个做到进进去 还有其他感受 爽 哎呀 哎呀舒服 就我一个人做 这是什么区 晋级区 只有我 这个做舒服 好 接下来这位演员上个赛段 刚刚从魔王磅礡中抢到了复活金牌 赢了磅礡的人 我们用掌声欢迎 来自厦门来风的小罗 哎 大家好 我是小罗 是拿了一个金牌 其实没什么意义 就招人恨 抽到三封挑战性了 就很招人恨 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 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 不知道你们玩过 叫水浒传英雄卡 很久远的游戏 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 会获得一张英雄卡 然后一人出一张 然后大家在那翻 翻过来 其实就是赌博嘛 只不过赌的不是钱 是大宋的气韵 我们那种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 他们很变态 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 我觉得非常的变态 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 所以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 对吧 很奇怪 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 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 我觉得 因为他们抢我的卡 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 叫金卡 你知道吧 但是金卡 其实也是普通的卡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 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 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 去制造这种差异化 有一年父亲节 我去一个奢侈品店 想给我爸买个皮带 我自己试完之后 我说你好这款不错 但我爸比我胖 您帮我拿长一点的 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一千 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 你在讲什么 你是奢侈品啊 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 那你牛仔裤破洞 我怎么能不打九折呢 你在烦我什么 你怕我买三条 就给他出来做一条新的吗 难道真的会有人认为 所有长度的皮带 都一样价格 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 然后绕了一圈之后 当了一个尾巴在后面 别人问他说 你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我觉得奢侈品 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 就可以了嘛 我给我爸买皮带 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 别人会说你儿子有钱 对吧 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 只能到这里 别人看到说 你儿子有钱 但不多 我爸也奇怪 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 给我买了一个 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 电子产品也是这样 科技产品也是这样 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 莫名其妙多一个Pro出来 莫名其妙 什么东西都有Pro 现在连冰箱都有Pro 我看到一个冰箱Pro 它的区别是 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 这也太Pro了 没有你这个抽屉 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 然后它还有一个Wi-Fi功能 它还有一个Wi-Fi 我一个冰箱 为什么要连Wi-Fi了 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 是什么 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 两款普通跟Pro 长得一模一样 我说我眼神不好 这款Pro是大一点吗 是什么 他说是的先生 内存更大 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啊 能存住时间吗 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 这款Pro呢 它有一个血氧功能 它可以测血氧 朋友们 我当时我都不知道 血里有氧 我说OK不抬杠 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 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 我说我不用看表 我也知道我头晕 我想问 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 这些发明家 你们是不是不在乎人类 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 什么东西都能乱升级 你看我们人 我们本来洗衣服 大家都是用肥皂 用得好好的 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 跳出来说 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 然后就有了洗衣粉 然后过几年有个更聪明的人 跳出来说 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 然后就有了洗衣 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 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 最近还有个更变态的发明 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 叫什么 洗衣凝珠 所以人到洗衣这边转之后突然爆开 你要干嘛 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 杀衣服 你很突然的死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 他就是卖这个 他跟我解释说 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 是因为包裹了那层膜 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 因为它玉水即化 我说这么牛的科技 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朋友 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学养功能的手表 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 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 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的时候 朋友你看现在92 100 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 我有朋友跟我说 电子表都是最low的 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 我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 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 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 这多危险啊 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 我有些朋友会戴那种很贵很贵很贵的表 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 你知道吗 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 一栋楼 我说什么 钟楼啊 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 他跟我说 他的手表相当于三线城市的一套房 我当时就觉得他的手表好耀眼 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 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 他还是 我真的不能理解 朋友你已经有一块三十万的表了 你还要去改装它 如果我有一块三十万的表 我要改装它 我只会把证书箱在上面 他问我说 你见过改装的表 你见过改装 我说我见到是见过 柯南有一块 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 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 我说朋友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 这件事情你知道吧 啊 怎么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是汇率不同 他说回生起来 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 我就后悔明白那个带血样 谢谢大家 我是小龙 谢谢 好 谢谢小龙的表演 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恭喜也获得了气氛组的四票 四位老师都投了票 怎么样 赢了你的人还服气吗 为什么总是针对我呢 现在薛氧应该很低吧 我是全场最担心小龙演不好的人 不然大家都会在想 他上次到底演了啥 他今天很好 今天很好 我觉得他已经成功的征服了所有现场的观众 为你开心 好 范志宜老师这次给跳了 他就这个文本啊 就写的比较生活的 比较细致的 从那个肥皂洗衣粉这些生活的 的确想想有的是这样 而且节奏很好 我一直在笑 我后来忘过去都在笑 郭老师呢 你是对奢侈品有什么见解吗 没有 我对这没见解 我都没用那玩都是 就是你巴的设计品没有传给你吗 我们都是传统接代的那东西 他的品味好像蛮独特的 是啊 是 不要提了啊 我觉得你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和它的拆解 到你的表达方式都是非常巧妙的 就是洗衣凝珠这个东西 我更有同样的困惑 就是我不理解这个东西 为什么它就会价格更高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特别爱用洗衣凝珠 当然我也没有接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代言 我认为它好在哪呢 它就是巧妙解决了用量的问题 哦 你知道吗 就像一个不会做饭的人 你总告诉我适量 少许 是吧 一勺半勺 我不知道勺是多大 但这洗衣凝珠呢 反正一个就是一个 我头回见头 还没有代言就已经想好广告词了 老人也能 哎哎哎其林不是一样吗 你 你要数过多少个衣服 才能放一颗珠啊 对哦 这回改衣服适量了 哦对 哈哈哈哈 他没搞我炒菜锅多大 是吧 这炒两包是准的 是 哈哈哈哈 欢迎各位来到喜剧之王奇迹 奇迹 哈哈哈哈 奇迹 好了 好了 又到了这个挑战的环节了 有没有挑战他的呢 请起立 角度参考一下 我 角度参考一下 打不过 谁敢呢 你看这一脸不愿意打仗的样子 不可能战 这 好挑战倒计时最后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恭喜小罗 有三个人下挑战书都不战 因为小罗出场比较靠前 表现得也特别精彩 没敢战小罗 我去挑战小罗老师那不是就是为了淘汰吗 还是看情况 看情况 我跟你讲这后面子是一回事 但是到时候真的比赛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我肯定不战啊 我干嘛战他呀 我知道自己什么货色 我这个人心里还是有数的 我们也看一眼小罗最后的票数 183秒 哇 星云美战 好 我们恭喜小罗直接进去 罗哥就是名不虚传吧 小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一听就啊 就财华 就是用财华追出来的这个胜利 小罗往那一站就讲 稳就一个字 小罗今天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撼 发挥出他自己超强的稳稳功力 然后 他有点害怕了 哈哈哈 他视频能力太强了 洗衣凝珠这件事 在现场他好像成了一个情绪很大的众功能 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地方 现在谁上了谁被坦率大家就是 哎这个应该是坦四次 第三个第四个就微笑了 好 好